哈喽大家好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因为之前2023年的确是有一些忙 从2024年开始我们会继续恢复更新 带大家看更多更好的日本的房子 那新年的第一期视频呢 我和我们的子豪来到了大阪府北部的吹田市 来看一个去年10月份建成的新建的一户建 那这个房子呢 它的占地面积呢是206平方米 然后是一个木造的两层建 南西朝向 整体的建筑面积呢是109.3平方米 售价呢是8480万日元 周边的设施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最近的超市呢徒步700米 小学和中学呢徒步350米和650米 医院稍微有一点远差不多是1.2公里 整体来说啊周边环境还是很方便的 土地面积大要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的停车位啊 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比较宽敞 可以停两台车位 另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小院子 那具体它院子有多大呢 我们一会进去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啊 刚才我也说到了土地大的好处呢就是 这个跟周围的间距呢会比较远 那上来之后呢首先 这个区域啊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 算是我们的一个小院子了 然后这边呢目前它是没有做任何装饰的 等我们真的买完之后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 想办法去利用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屋子里看一下 首先玄关处啊它上面是做了一个遮雨的 这么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呢雨天我们回到家之后啊就不用说把伞 湿的湿路都拿进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放一个伞架 然后把伞就直接放到这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有一些快递过来的东西啊 如果人不在家 除了宅配箱可以放些小的东西之外呢 大的东西其实也可以放在这 日本的治安啊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来说你放在门口的东西也不会有人拿 进来之后呢这个房子啊它的一楼其实是卧室的部分 二楼是客厅的部分 那在玄关进来之后呢首先这边它有一个我们这个鞋棍的收纳 然后这个东西啊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啊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指导的朋友可以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 让我也这样见识 然后它的动线设计呢其实是一个双动线 在这边换好鞋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换鞋然后从这上去 然后呢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洗手台的 这个也是最近啊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很多日本的新的房子都有这种设计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疫情的缘故 这个回家之后呢还是先洗手 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 这个房子运用的东西啊其实都是比较智能化的了 虽然可能跟我们的比没有那么智能化 但是跟日本现在好多的房子比 首先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安保系统 然后都是电动的钥匙 跟汽车员里差不多揣在兜里到门口呢就可以自动解锁的 另外这个房子所有的卷帘门也都是电动的 就是一个按钮按完之后它自动会下来 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手动拉了 进来之后首先这边呢就是我们一楼的这个洗手间 一般日本的一户建在一楼都会有个洗手间 就是主要是这个是给客人用的 另外就是防止回家比较着急的情况不用往二楼去跑了 这个是我们一楼的这样一个洗手间 对面呢是我们一楼的这么一个卧室 现在呢是差不多下午一点多左右 可以看到整个采光还是挺好的 因为整个它这个朝向啊这边是一个南西向 所以白天的阳光应该还是比较充足的 当然了这个收纳是日本每一间房子 每一个卧室都不会少的存在 那从这个屋子出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里走 这样还吩咐着差不多是三间卧室 这边还有一间 跟刚才差不多啊也可以看到这个采光也是蛮好的 这是完全一个没有开灯的状态 这个点的光线还是非常充足的 继续往里走啊 里面还有两个小房间 我后面呢是主卧 这边是去二楼的楼梯 这边呢是一个算是小的收纳间吧 如果说想把它打造成自己的书房 比方说这个现在不有好多这种网上办公吗 可以把它变成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呢这个里面 就是在这个整个房间的后侧 也就是我们的主卧了 可以看到它的面积要比刚才的两个房间要大 然后这边这个落地窗呢 可以打开直接通到我们外面刚才说的 那个以后可以自己利用的小院子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呢到时候到了夏天 我们把它打开自己稍微装饰一下 我觉得这块是一个很好的休闲娱乐的地方 这个呢是主卧的收纳 我本来以为啊 它是一个普通的小衣柜 结果没想到是一个不如式的衣帽间 这个还是我觉得能装很多衣服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去二楼看一下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二楼的部分啊 首先我们回头看一下 它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设计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楼梯间开了一扇窗 这样呢能保证整个楼梯没有那么的压抑 之后呢 它这个整体二楼的形状啊不是非常的完整 有一些割裂感 但是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把我们这面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客厅的部分 和后方 来自豪我们转过去 我们后方这个餐厅跟厨房的部分 做了一个直接在空间上有这么一个区隔 然后它这个厨房的这个操作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呀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厨房操作台也就这么宽吧 它完全宽出来这个一块 所以到时候这里啊我们可以摆放一个餐桌 然后呢 这面就是我们厨房的地方 然后后面的这些橱柜啊 这个也都配备好了 基本都是做好的 像我之前自己盖房子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啊其实是需要额外花钱加的 像它这种建好的卖的呢 它会把这些都给您做好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能省不少钱啊 整个收纳的这个空间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呢 这个房间还有一个好处 它是把所有的灯啊都给我们配好了 有这个LED灯以及我们那种正常的西顶灯 原则上来说那种西顶灯 其实新房也是不带的 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自己买的 买灯其实也不便宜 然后另外看前方 我们那还有个空调才给安好了 所以这个屋子 我觉得你买完之后啊 基本上配一点这个家具 其实就可以居住了 能省很多的钱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阳台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光也能撒进我们的阳台 并且阳台上也是有这种上面遮挡的 所以雨天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可以看对面的那个房子 我们看一下它的屋顶啊 有太阳能板 因为这两个房子我们是同时建造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子 也是有太阳能发电的 这样的话 每年其实能节省不少的电 而且现在这边有一个政策 就是如果您自己发的电用不完呢 还可以卖回到电力公司 也可以相当说是一部分补贴吧 虽然这个卖的价格很便宜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门里哈 首先在这个门进去之前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屋子的操控系统 这个是我们的门铃 这个是我们的安保 这个是我们的地暖 这个是我们的煤气发电的那个装置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混集在这儿 然后这个门打开呢 就是我们一直没看到的洗漱的部分啊 洗漱的部分也是很宽敞的 首先看这个洗面台 这个绝对是加钱的 一般普通的洗面台哪有这么大的 反正我是没见过啊 这个我盖房的时候 看见那个洗面台最大的也没有这么大啊 这个挺奢侈的 然后这个收纳空间也进行了足够的保障 然后这边呢 也留了一个很宽敞的放洗衣机的位置 这样的话呢 大型的洗衣机也能完全放得下 不像有的那个留的太小 你可能对买洗衣机的这个尺寸 还会要自己稍微考虑一下 这个的话其实就完全不需要了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浴室的部分了 浴室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要比普通浴室要大 差不多0.5个磁膊 就是会稍微大那么一丢丢的 这个还是蛮宽敞的 而且我们的浴室也是有窗的 这样的话呢 夏天可以通过开窗进行自然干燥 防止这个浴室啊 长霉啊什么的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房子就看到这了 其实吹天室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自然环境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整体的这个也比较安静 算是一个比较祥和的住宅区 但是这边可能唯一的小缺点的话 就是您的出行啊 可能基本上要靠汽车 那这个房子最近的车站呢 差不多走路也要将近20分钟了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选择住在这种区域的话呢 在您享受安静的同时啊 就要牺牲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性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为我们点个赞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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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